原本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,却会因为有着相同的作用,而被联系在一起。 比如在机场,鸟类和无人机,就是一对欢喜演讲。在之前的报道中,很多飞机失事,发生潜在危险的原因都与鸟类相碰撞有着直接关系。此外,无人机的泛滥也让机场为之苦恼。 去年成都机场17天出现了九起无人机绕航事件,黑黑的无人机,已经成为了机场的眼中钉。这两种同样让人厌恶的事物,却在人们巧手思维之下有望内讧。 就在近日,加州理工的研究员,就研发了一种无人机,让其能够对鸟类的行为产生影响。或许,机场终于能迎来安静的时光,飞机航行安全系数,也有望得到大幅提升,让机场小鸟无处藏身。 无人机显现利力不可否认的是,无论在机场还是在航行途中,飞机可能遭遇鸟类袭击的可能性还是较低,但此前发生的多起飞机事故也在以强有力的事实证明,必须要针对鸟类袭击,采取相对应的预防措施。 不过让鸟类远离飞机是一件困难的事,比如应该如何控制数十指,乃至数百指鸟类的行为,现在有些机场可能会使用手动操控的无人机来虚感鸟类,但这种无人机价格昂贵,且是用范围较窄,而引起研究人员关注的,是2009年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,因鸟类袭击而近户坠毁。 虽然最后飞机相对安全的降落,但加州理工的研究人员表示,下次可能没有这么幸福的结局了,因此我们开始研究,如何通过无人机来保护空域免受鸟类侵害,而它们的研究方向,就是通过无人机的自动驾驶,来驱赶机场及航线上的鸟群。 研究小组研究了鸟类互影响的模型,并描述了鸟类如何应对威胁而移动,由此可以推导出无人机应该遵循的飞行路径,进而让鸟群在期望的方向移动,而不是胡乱飞翔。 目前,这一无人机驱赶鸟类的方案,正在加速推进中,且已经取得显著成果,渗入物流、农业等多领域。 无人机彰显潜力事实上,让无人机自动去驱赶鸟类,并不是一想天开的做法。 相反的是,这恰好证明无人机有着巨大的潜力上有待挖掘。 当下,无人机的研究方向,已经在朝着各个领域渗入,甚至在某些领域,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方案落地。 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未来无人机,塑造美好生活的画卷。 比如在物流行业,已经有众多企业,都在布局物流无人机市场。 今年3月,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向顺丰旗下的一家子公司,颁发了无人机航空运营试点许可证,允许其在试点区域进行商业化运营。 此外,京东声称最新研发的JDY800物流无人机,将于2020年开始投入运营。 据业内人士称,未来5年,物流无人机的市场容量,有望达到千亿规模。 此外,在农业领域,无人机的作用,也正在被大幅强化。 基于人工防治病,虫害效率低,机械难以进入地块喷尸农药等问题。 无人机有望成为打破瓶颈的最佳产品。 高效安全,非控导航自主作业,高覆盖密度,成本低的特性, 让无人机在农业领域能够大展身手,甚至现在无人机已经能够播种水稻,真正提升了种植效率。 或许,唯一限制无人机发展的就是脑洞了。 只要脑洞够大,无人机完全能够化身多面手。 比如就在近日,某地检察员首次利用无人机,对辖区内一处生态环境,被破坏的现场进行实地航拍, 看来,无人机也有收集证据的作用。 当然,医疗无人机能为药物、疫苗、器官等的紧急运输提供更好选择。 可以看到,无人机未来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,开启无人机新时代,细分化阶段已然到来值得注意的是, 随着无人机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渗入,其在形态上也逐渐显现出巨大差异。 以往几款无人机类型就在不同领域使用的情况,将越来越少。 现在无人机追求的是定制化、细分化等,与所针对领域的需求有着更高的契合度。 而随着无人机细分化阶段的到来,其实也开启了无人机新时代。 可以预见的是,在接下来的时间中无人机的类型将愈发丰富,落地速度也会更快。 与此同时,监管的脚步也有可能快速跟进,以满足无人机的迅猛发展势头。 科技新发现康斯坦丁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